歡迎大家來自家監獄的職業信息 蔡佩奧 我們也高興說 談這個人們的題目 我們接回來了 我跟兩位請坐 謝謝 我是沈青凱 現在 因為這一場的題目 我們剛剛找到一個新科博士 他專門做現代性跟風險研究的問題 然後從國外回來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從他 接近他的所學跟專長 怎麼去看台灣目前的書籍的風險研究 那在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在哲學裡面很喜歡談現代性 有時候大家聽到不現代 現代化 現代性 這些譽詞裡面 在目前 如果要回溯到的話 我們都可以回溯到19世紀中葉 那19世紀中葉 就會涉及到當時 那種整個國際的革命的情勢 或者說他 那個現代性是有 開始有 工業化資本主義最盛行的時候 也是全世界殖民主義最強的時刻 他也是 就是我們看到西方開始在反省這個人文主義的問題 可是實際上它是 現代性是一個非常混雜的概念 那所以後來 在當代裡面我們在談現代性 它有一個字叫做 文雜現代性 就是說它是一個 沒有一個同時性的現代性 然後或者說在現代性的人 要怎麼樣去生活 那另外一個現代性比較常講 就是一個理性的現代性 那理性就包含了科技的進步 跟科技的發展 所帶來對於人類文明的整體的改變 所以 我們現在談現代性的時候 就有幾個爭議 一個是 我們現在在七、八年年代的時候 我們已經進入到後現代 實際上這個很多人會有質疑 比如說也有一些 哲學家會認為說 或者社會學家認為 現代性是未完成的 那現在這裡出現就出現一個問題 我們要那個現代性的目標 或目的到底在哪邊 那另外一個就是 所謂我們在談現代性的時候 在談到釐清的社會 然後會談 現代性已經完成了 現代性的未完成的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 在談這個現代性的時候 到底是誰的現代性 是西方所謂改變現代性 還是會有一個在地性的現代性 這個都是我們在談現代性的時候 可以討論的出景給大家 那今天非常開心 找到那個蔡演藉老師 然後大家熱烈掌聲一下 他很緊張啦 他第一次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好好欺負他 沒有開玩笑 那另外一個是 土地道餐桌上面的恐懼的作者 那他目前也是在台大風險 政策研究中心 當助理研究員 然後是徐建民先生 他就只準備了三張 準備少的不見得 講得少的 準備多的也不見得 一定會講得多的 所以他們應該會有很多 豐富他們自己收集的資料 跟他們看待這個 整個現代性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注意 風險的概念 那風險的概念 是一個非常特別 就是說 我們講風險的時候 其實我們假設有一個正常的東西 有一個東西是正常的 風險是一種不正常的 是一種例外的 然後 可是我們如果一直處在風險當中 風險有時候它是會變成正常化的東西 那風險有時候是來自於 跟現代文明之間所形成的一個關聯 所以它把風險社會 如果一般我們講風險社會 大概就是在 在台灣或者國家政策裡面來看 可是如果我們把現代性跟風險的問題 一起來看的時候 就會拉到一個歷史的軸向 會去來看一下 所謂的風險社會的問題 不過在這裡 現在性跟風險倫理 還有一個部分大家給我有興趣 樓上有一本書 就是說 在書架上面叫效益主義 效益主義 有時候我們把它改成功利主義 剛好是在19世紀裡面 就開始去衡量人類價值的時候 是以效益的概念來思考問題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 談風險的問題的時候 有些風險管理的時候 背後裡面有個效益的概念 在做進行操作 或者是說我們在討論風險的問題 背後有一個價值的問題 在進行運作 那這兩個可能是不大一樣 有時候會有互相重疊 有時候互相重疊 這個也會提供給大家 做一個延伸的參考 好 那我們今天就 現在馬上熱烈掌聲 歡迎我們蔡銀杰博士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 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先稍微介紹一下 今天的大課 先介紹一下 現代性進度的意思型態 然後我帶到現代性 科技還有經濟成長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 開始介紹現代化的風險 跟副作用 然後開始介紹現代風險的本質 然後我給我稍微介紹 HOP 就是被殖民的生活世界 然後我嘗試說明什麼 怎麼樣來做風險溝通 跟風險合理的問題 大家這個位置只是可以動的 所以可以轉一下 可以看一下 就很隨意的 那最後又可以介紹 看你說什麼具備方案 這樣子 那 那 剛剛老師有說 現代性 其實就是 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 有很多 這個廣泛的 不同的 定義跟討論 那我在這裡 我採取一個比較通俗的 定義 現代性一般 現代外般來講 這裡這位做的 也一個比較通俗的定義 就是 人類逐漸的脫離 疑性 無知也蠻 那我們就往優雅 人性化 疑性 在進步的本質下呢 我們就認為世界要少成同一個方向前進 就是要 最終要更加富裕 那這背後呢 就有三個 影韓的 價值觀 就是我們相信 一個要 什麼是現代化呢 科學知識要累積 那再來 我們的生活務實條件要改善 然後現代化帶來的風險 跟副作用呢 可以透過科學跟科技來控制 那我們就看一下 我就把它具現化 這裡是紐約時代廣場 從1890年到2015年 就可以看到 什麼叫現代化 就是從 好像一個 比較荒涼的想證 就變成現在 五光石色的這個高樓大廈 那同樣 台灣 從19 這裡是 20年到 2013年 也是走的這條路 雖然是 你看政體不同 地域不同 但基本上 就是我們大家覺得 欸 真的很正常 往這樣就是 國家有現代化 有進步 這是我們覺得 理所當然的現代 再來我們看到 中國的生俊 他們只用了 26年的時間 比前面兩個 例子都還要快 他們就從一個這樣 好像很破爛的 小漁村 變成這樣 摩登 這個 都市化這樣 好 那所以說 接下來我要介紹 現代性跟科技跟經濟成長的關係 那我就用去 以奇異公司 美國奇異公司 來做一個例子 1896年 它是 道琼多內子 組成立的12間公司 然後再來 1906年 它發明了第一個 電風扇 1910年發明第一個 電容 然後再來 第一個電冰箱 第一個噴射引擎 第一個核電廠 第一個物態雷射 所以在那個時候 在戰後 1953 1996的時候 他要贊助CBS電視台的一個節目 叫 General Electric Seattle 所以那個時候是可以當主持人 他就是當了這個主持人 他本來工作不太穩定 他就開始 不但名聲有人 然後經濟也開始穩定 所以他就 1956年他就有錢 蓋了這個私人住宅 這個住宅就會去哪裡當作行銷 樣本行銷 什麼叫做現代化的房子 你就是要過這種日子 你才是一個現代化的 你看他家被大家當作房務的廣告 有各種這個先進的 現代化的電氣設備 你家就是要有這個 他上面有個標章 要我們這個 這個標章 你鼓勵大家 你就是要把你的房子弄成這樣 在美國這樣做推銷 這是他們現代化的 那現代當然你就需要科學了 你可以看到從1953年到2015年 他們研發經費從500億美金到5000億美金 國家的研發經費 R&D經費 整個國家的R&D經費 就從藍色是聯邦提供的 然後紅色是產業界提供的 然後是其他 你就可以看到整個現代化 跟整個你的科學 都是息息相關 那再來就是 這也是哪些單位在使用這些經費的 聯邦是最少的 那再來是產業界 再來是大學 然後有一些這個是半官方的組織 然後還有最小的是一些NGO這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現代化 很顯然你就 連結到我們要過那樣的生活 我們全地球的能源需求是這樣 從1830年到2010年成長的大概至少 可能 5 大概有至少超過100倍 對不對 從這裡大概是10個這個 10兆礁文到這裡 500兆礁文這樣 那從這個NASA晚上看這個地球的夜晚 就知道這就是一個 亮的地方就是你現代化的表徵 對不對 這些北美 歐洲 然後中國沿海 日本 台灣應該在這邊 對 你可以看到世界上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我們從這樣來判斷 他們好像是 比較還沒有現代化的這個地方 所以當時就有一個戰後 這位學者他一個 他就提出一個 現在大家看 聽起來可能覺得比較熟悉 五階段成長的論 就是社會要走怎麼樣的路呢 就從傳統社會 到準備起飛階段 在經濟起飛 然後你就進入成熟階段 最後進入高校飛階段 然後社會就會在社會福利 上層階級 所以只是消費 還有補安開支 這三層之間 每個社會可能根據自己的文化 什麼習慣不同 可能自己去取個評分 但是他的預設是什麼 他就是在預設 全世界你就是要走這條路 就是理所當然的 大家就可以過好日子 像剛剛雷跟他家那樣 就是大家往這個方向 邁進這樣 那現在今天的成長模式 你看就可以從生產端 那種消費式的社會 你要工廠 消費社會 大家 這個進行這種 產業的消費 他最後 會起回收 會有人負責 做這個回收的這個工作 這樣 那你可以回歸到剛前面的 五個階段 你可以也許會想 有的國家可能還在哪一個階段 有的國家可能就 已經到了消費階段 有的國家可能還比較 還做這種 比較勞力 污染的產業的階段 還沒起飛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進入到 那會有什麼風險跟副作用呢 那我們講一個現在最流行的 碳排放 氣候變形的問題 從1500年到這個 到這個現代 你看到人均GDP是這樣快速的成長 但是隨著你可以注意到 在差不多工業革命之後 這個人均的碳排放也是快速的成長 請幫我看一下 所以這裡是一個NASA 他放在那個Youtube上面的地球 這個溫度的一個人 他做了一個紀錄 你可以看到 好 那從1880幾年開始 這個 這個 這個顏色越深的就是 氣溫越高 你可以看到他怎麼樣 漸漸進入20世紀 你可以看到整個圈球 然後畫是一個 然後越來越明顯的趨勢 這樣 然後他這裡說 2016年的世界上 少數這個紀錄的高溫 這樣 你看到已經進入到1960年 是不是整個 橘色的這個部分 這越來越多了 1980 好的 謝謝 所以說我想 對應該 這樣看來 我是的確有錢修容化的風險在這裡 好 謝謝 好 謝謝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 還有什麼其他的風險 這裡是中國 耳耳朵士 沙漠化的問題 你看這個 這是我去找的 2013年 那個時候新聞 他說十多年前 是這樣 綠地一片 但是現在已經變成這樣 就是為了開發 那個礦產 關係 那那個地方 耳耳朵士那邊 他們還 欸 你看 在沙漠居然蓋了一個 這麼現代化的這個城市 原本 預計可以 20萬人以上的這個區 十年過去的人口 只有8萬人左右 這是2016年 我找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蓋了這麼樣的 完全就是 簡直像科技 科幻 電影 才看到這種 前衛的這種 現代化城市在一個沙漠 他就這樣給他蓋起來 但是 相對的 那附近也是有 居民就受到這樣 這個 真地的關係 他是因為土地 加上那個 地下水流失的問題 跟農民在這 那我們台灣也是有 真地的問題 最有名的就是 先進的大陸案件 也是真地的問題 這樣 有人就流離思索這樣 所以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又可以看到一個 像一個台灣 這也是台北 就像我們剛剛所想的 大家理想的 現代化 先進的一個都市 但是相對的我們 我們承擔的風險就是 我想大家最近有看到新聞 農委會已經釋出了 全台灣的這個違章 農地工廠 墮落在這個農地上 那他也 農委會也釋出了資料 你可以自己上 農委會去查詢 所以 那 那這個到底 好 那我還講一件 可能大家比較有注意 叫做廢棄工廠的問題 全台灣 在2015年 之前卸業的廢棄工廠 有超過12萬家 其中只有135家 做過調查作業 那光是這135家 調查 你就發現了 173公頃 7個大概30公頃的 污染面積 那為什麼 他只做135家的調查 因為沒錢 至少簽訂了 我問環保守事 因為他們就是 沒錢 不可能去全部做 所以先做這個 初步的調查 那後來我也沒有再 follow 那我想他估計 到現在還是沒錢 去做12萬家的這個 污染調查 所以到底有多少污染這個面積 現在散布大學 在台灣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 所以說現在看起來 現代化 就看起來是一個 無法逆轉的 污染的趨勢 那是否現代化 以及我們 主要的生活方式 都市化 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那我們要如何解決 這個現代這些 風險跟副作用 是綠建築嗎 那這個林憲德教授 他是台灣綠建築的這個推手 他大概差不多10年前 他說的 處於大量耗人嚴重浪費的時代 現行綠建築標上指令 百分之二三十為目標 可是容積獎率帶來的 資材消耗能源複雜 這些負荷不共設置不足 其危害程度是千百萬倍 於綠建築的貢獻度 那本來容積獎率是以環境濃壽度 來定定的 那當然他不應該是以環境為導向 好 那我們是需要更多的 這個科技跟創新商品的吧 G1的口號最早20年代是 More goods for more people at less cost 就回到最前面講 進步 現代是什麼 你要改善你的物質條件 然後再來是什麼 General Electric Progress is our most important product 進步就是我們最重要的產品 意思就是說他把自己的企業的形象 就跟進步去結合在一起 那再來第三個階段他的口號是 We bring good things to life 我這就比較偷笑 總而言之他就是遵循著我們一開始的三個原則 他要帶給你更豐富的物質 讓你有科技更加進步的生活這樣 這就是他所標榜 所以當然最重要我們知道 核電廠最早也是去一開始 推動了兩間廠商之力這樣 所以核能跟現代化是 這句話很有名 當時美國的原人會主委講 我們的孩子將享受廉價到不用計費的電價 大饑荒將什麼歷史 他們將說輕鬆快速的安全運 海外旅行 並且擁有比我們更長的壽命 所以當時美國的核派是遇步到2020的時候 要有90%的電力是看核能來提供的 再來就是很有名的知識經濟 是從70年代末期開始標榜知識經濟 你看這個蘋果的產品這樣一路的 他的股價也一路的上升到最近 那當然我們的機體電路晶片是隨著這個進步 那你需要什麼 你不能只有這個硬體設備 你是不是需要網路 你還需要這些所謂的 這也是硬體設備 但是你是不是你就需要 你追求速度嘛 對不對 現在你要方便 你的手機 你要儲存很多的歌曲 包括你企業 你需要快速的容量 是不是 你需要這些東西去打造一個這種網路的環境 對 那我現在先 這裡我先不要繼續 這裡是講電子商務 但是我這裡手機我就想到 題外另外一個哲學家 一個法國的哲學家叫 一路他以前講過一句話 他說 你確定你人是在控制科技嗎 還是你被他控制 就是說你以為是你在選這個手機嗎 還是說你沒有選擇 因為你旁邊的人都要用他 你沒有手機 你沒有辦法跟 你沒有辦法融入你的生活啊 所以說你好像以為是你在選擇手機 那也許是 手機在選擇你啊 你沒有不用的 你沒有不用的權利啊 像我最近開始工作 我之前大業的政策 但是我現在 我就非用手機 而且用得很頻繁 不然我沒辦法跟我 沒辦法跟我的同事 沒辦法跟我的 老闆 根本沒有溝通的可能性 所以說 好像是我自己去選擇那個手機 那也許是我被這個科技所選擇 這樣 那在這裡就是 隨著這個 剛網路的興行 我們有電子商務也興行 你可以看到這裡 從2009到13 這個電子商務的成長 這個 成長5倍的銷售量 那這 這是美國那樣子 你看亞馬遜的 這個營業額的成長 這麼的這個快速 那右邊這是全球的 網太域 從2025到2020 黑色是全球零售 藍色是電子商務的這個 成長的比例 你也看 所以是非常 大家是記憶後望 這樣 那我們就要想 你 這個 這麼的 這麼 追求這個物質的這個 發展 那你還是要有原料 跟飛行物的問題 所以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電子飛 幾乎是被飛碗棄之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 這位 可能是 還沒起飛階段的 這個國家的這個小孩 他必須要 挖 我們手機的這個原料 是他在挖 這個 運用他的勞力在幫我們生產 那我們廢棄 海洋垃圾這個圖 其實我已經 大概三年前抓了 但我想現在還是適用了 我們可以在太平洋 你可以看到已經有兩大坨的 海洋垃圾漂浮在這 那到底有誰去做 有誰能夠預估他 有什麼這個影響 我想 要花多少錢 才能夠去做完這個評估 我也不知道要花多久時間 但是這個 好 那 所以說 那理解我們最關心的碳排 從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金 綱要公約到2013年 你可以看到 大家最關心的 現在最關心的這個氣候變金 碳排量是一路的上升 但是我想大概也不用 應該就不用意外 因為如果看到我們剛才所展示的 不斷的銷售 不斷的消費 你要不斷的運用能源 那你同時 你要說你想要降低碳排 我覺得 這本來就是一個 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也有三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 1992到1997 進入議定書之前 那第二個階段 好像定了進入議定書之後 碳排還排得更快 好 1997到2009 那最後一個階段 從2009到2015 這個階段 它其實資料只要到2013 但是因為這個作者 2015 是因為巴黎協定 所以他這裡放了2015 但是我估計應該是差不了多少 所以說 所以說現在我們就回歸到一個問題了 我們這 知識經濟不是在講求說 我們不要傳統的這個 這種 笨重的商品 我們要很多這種靈巧的電子商品 好像更輕量化 更小量化 可是反而這樣 大家一直用的結果 你反而是 一直生產消費 一直電子商務的消費 你好像反而你是促成了 你這個 這個 大家最關心的這個 燙排量 這樣 所以呢 這裡我覺得 那還有一個環境正義的問題 這個是我的 我的同事他們在2012年做的研究 我在美國的同事 我在美國的同事 那個時候他說 如果要控制這個氣候變遷呢 地球的每個人呢 要有 每個人的容許碳排是 3.3度被氧化碳 那美國人 那時候是22噸 南韓在這邊 台灣可能在中間 他們沒有台灣的資料 沒有放台灣的資料 西歐在這邊 日本在這邊 中國在這邊 橫的是這個人口數 所以中國很大一塊 東歐 我們剛剛看到很多國家 他們根本還沒用到他們的國台 還沒有3.3噸 非洲 印度 這個 南美洲 中南美洲 所以我們可以對應到 剛剛講的 這些是還沒準備起飛階段的國家 那這也是高消費階段 理想中的這個現代化社會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能就是 可以先顧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大家都照經濟學家講的 我們大家都往這個高消費階段 打造現代的生活 我們這個大家都拉上去到美國這個地步的話 那我在想 那個看牌我看那個線也是不太可能 有掉下來的一天 我是這樣覺得 但是 好所以說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看到 現代風險的本質 那我舉個幾個例子好了 我們以前台灣有福射路事件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也有福射馬路事件 那最近有墨西哥灣漏游的事件 還有當然福島河災 我想大家應該都記得福島河災 這個在那裡 所以說 那個貝克這位這個風險理論的 這個算是大師之一 他就 他就提出了現代風險的三大特色 第一個去地方塊 成因與後果他已經不局限在特定地區或空間 那是無所不在 就像 就像核災好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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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排放到海裡面 那個事情 不是現代特定的地區或空間 那再來是無法計算 什麼叫無法計算呢 就是說 好 就想剛剛看到那個海洋垃圾 你 你到底 到底 他有 他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到底有 犯回到哪 你怎麼樣才叫說我算有影響 就是說已經有太多的 歸根就底 就是有太多位置 那是領域 或是他本質的差異 那無法彌補 就現代化的夢想呢 就像講 我們想要讓科學萬能去控制後果跟危險 但是假如 氣候變現已經沒辦法逆轉 那基因改造也無法 回復了後果 比方說 大家可能聽到說一些 基改的作物 他已經導致了這個野草 變成超級野草 你殺不死他了 對 但是當然很多人 那些科學家也是否認的 但是 你也 就是兩邊的意見都還沒有決定 是 到底誰才是對的 但是 如果是已經 超級野草 已經出生了 你怎麼辦 你也無法回復 因為他已經 那個品種已經出來了 對不對 他已經在那邊長了 或是恐怖分子 如果已經拿到核彈 的話 怎麼辦 所以貝克斯認為說 有了這個 這個 現代風險的三個 這個特色在這裡 那這個三個特色 導致是什麼 風險管理的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 通常大家要用什麼 用機率來做計算 那機率你在計算的時候 本身就包含不確定性 因為專家你去看 你就要選擇 哪些因子要放在你的公司裡面 有些東西你不用放 有些 那你怎麼取捨 當然是主觀的取捨 有些說 你覺得可能比較不重要的 這個東西 你就不要把它放進去 對不對 計算本就包含不確定性 那還有這個 缺乏知識 系統錯誤 以及受血的變化 導致風險管理更多的不確定性 什麼叫缺乏知識呢 比方說 就像 核栽好 到底福島核彈到現在放 從來沒有這種事情 一直持續有 浮射污水放到海洋 以前也沒發生過啊 你現在 你也許 你現在再開始去檢測 但是我想日本政府也沒有 很 花很多很廣泛的監測 你排到海裡 你就整個 擴散了 那簡直說 你是一個從來沒有遇過的事情 你缺乏這個知識 那系統錯誤 你可能從一開始 你打造這個 核電的系統的時候 你就可能根本就 我剛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台灣大家也聽到過 我這個核電廠這個 裡面放 燃料池 放 那個廢燃料 放了 那個燃料池都滿 都滿出來 都塞滿 那為什麼會塞滿 因為當初在設計的時候呢 他們就覺得 很樂觀啊 反正可能再過20年 我們就知道怎麼處理了 所以那個燃料池 不用做太大 從一開始就 你就這樣設計 你就抱著 樂觀 對於科學進步的這個樂觀 你就覺得好吧 那就 我們就先燃料池 就做這樣的size就好 對 那瘦體的變化 以前可能沒有人會想到說 怎麼路上會有 輻射馬路 輻射屋 你根本不會去計算說 這個你總在 你平常居家 11住行 你根本不會去想到 這種事情 你根本不用去做監測 但是後來 當你發射的時候 已經發生了 那還有一個最近的例子 從2006到現在 我們全球蜜蜂 有一場大量死亡的現象 現在主要 很多人說是殺童劑 也有說是除草劑 那也許是氣候變遷 也許是守勢 但是一樣 專家之間 也還有一個統一的意見 所以我們就看到 是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這個在裡面 好 那這裡剛好再來一個例子 這是Nature 期刊 他講到 在福老和家晚的日本 設立一個原子力規制委員規 那這位委員 Ximazaki 他又宣布 在東通核電廠附近翻譯 活斷層 那以前是沒發現的 然後他這個委員會的發現廠 跟業界的評估不同 有另外的正義是大半核電廠 那電力公司宣稱 那個核電廠下面是死斷層 可是那個恩男兒又覺得說 他們的分析中 是缺少一些關鍵的資料 所以就是說 連專家 這種最權威的專家之間 他們對於 那裡頭電廠下面是活斷層 還是死斷層 其實他們 連他們意見都是不同的 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貝克說 現代風險是有太多的 這個不確定性 好那我們來 這個是食安問題 台灣的食安問題 我想大家都 熟了能詳 從我這裡列了一個 幾個重大的 從2010年到2017年 我們在網路這七年 有皺肉精 美牛 素化劑 毒澱粉 甲油 配心油 到偽造輔導革在食品標示 農藥 還有最近的毒雞蛋事件 我同事這個建民 他是這個食安專家 大概有什麼問題 還可以盡量問他 這樣 這個幫他打架書 已經讓餐桌上的狂況 這樣 所以呢 在這種不確定性之下呢 貝克就認為我們就陷入了技術主義 因為風險管理我們無信 就因為著 技術專家取得政治權利 去決定風險管理各種正當性 定義跟措施 什麼是福利社可接受標準 那就是 專家說了算 雖然他們意見也可能不同 但是基本上就是專家 尤其是政府的專家說了算 因為大家都不懂的情況之下 就是有在研究的人 你就有說話 你就取得政治權利 對不對 就是他們決定什麼叫可接受標準 像美國早期的核電發展 就是政府專家 現在有點半推半就 逼核電廠去吞下來 核電廠 這我等一下會講 那核能呢 就像一種巨型機器 這位Mamford 剛剛前面講的 他是一位美國比較早期的環境 跟社會 作者 他說核能技術 它本身的規模 複雜度跟專業度 就使它不可避免成為所謂的 Megang Machine 它就需要聯合那種場觀權組織 形成封閉的圈子來運作它 你外面的人就沒辦法去實質監督它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這麼複雜的 規模的東西 這樣 所以呢 輔導的 它這個是1964年 就講的事情 輔導的在日本他們自己的調查委員會 在強大的制約下 何能成為無法阻止的勢力 免於公民智慧的監督 同一個政府機關同時負責規劃跟促進的能 所以說 就應驗的這個 這個預言 所以那你就會導致 所謂貝克說的 組織性的不負責任 不是說這個 當時問你一下嗎 我如果癌症發病生以來 還要負矩陣責任 科學嘛 我們現在是科學 現代化的時代 你不能隨便說 誰就是造成了什麼 你要矩陣 問題是有這麼多年 又有環境多重影響 不過 如果真的矩陣是 輻射造成會 大概快掛了 所以這張貝克就是說 在這種太多 現代社會靈性太多 誰知道你現在得癌症是 空氣嗎 還是你吃東西食安嗎 還是你被哪裡 輻射影響嗎 你根本不可能 百分之百個人是人家說 我科學證明 我是什麼 真的造成我這個癌症 那你居然沒辦法用科學證明 居然是沒有人需要負責任 那就整個社會的組織性 就是等於 你找不到真的罪人 那你當然就是 等於沒有人需要 對於這種事情負責任 所以呢 他這裡有講 這個報告呢 並不是要責怪他們 是我們要反省 以確保不會再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 看到這一段我就覺得 很好笑 因為今年才發生的事情 東京電力要把 700多萬的福島廢水 倒到太平 他是用的也不是 不用比 所以應該是無道道 因為他們那個 那個儲藏在那個 核電廠外面 裝成裝那個 反應爐那邊出來的廢水 他們用那個 大的那個水槽裝 已經裝到 都要爆滿了 太多 受不了 所以他們想把它倒掉 所以呢 他們說海洋夠大 可以稀釋放射性物質 問題是這種模型 代表所有人都可以把河飛掉 你可以把所有垃圾倒到海裡 因為海洋真的夠大 真的可以把你稀釋到 你測不到 真的可以做到 那福島 13%的福島核災居民已經搬回家 那日本正在透過減少補貼 還外面在那邊 重啟當地建設 然後來迫使那些災營回家 所以說貝克就說 面對這樣 各種現代性的風險 我們可能就有三種 面對的模式 一種叫做 暗農暗農 你根本位置 像氣候變遷 100年前 你根本不是有氣候變遷 或是幾十年前 你如果連有這個事情 你都不知道 那你從何談起 管理或治理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DDT的使用 一開始大家覺得 那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沒有人想到說 它是會有問題的 那你根本就連從 從一開始想去 想去處理 都無從 著手開始 那第二個叫做 Incapacity to know 就是說 好我現在覺得有問題 我覺得每天空氣很差 空污 但是人頭 你要算save 你現在今天空氣差 你要算 這個火力發電廠的嗎 還是哪邊的工廠的呢 你那個 你要算在誰的頭上呢 那或是核災跟基改作物 對我們覺得 好像這些東西是很有影響 可是 你要如何去測呢 你有辦法拿科學的證據 這個測出來 然後這個影響就到這裡嗎 就是說 你覺得好像是有問題的 但是你又沒辦法用我們 所信賴的這個現代科學 去告訴大家 那你到底該怎麼去面對 那最後你就會變成Unwilling to know 太複雜了 你沒辦法管這麼多 而且也沒錢 去處理那麼多事情 我們還是 趕快經濟身上優先吧 我們趕快從 起飛階段 趕快變成到成熟 消費階段 那 是不是可能會覺得這樣 會比較好 那這又進入到 被殖民的生活世界 所以這個觀念是這樣 現代社會基本上 我這裡如果引用哈多瑪斯的觀念 我自己畫的這個圖是這樣 你會有經濟系統 你會有政治系統 來主宰我們的生活 生活世界就像我們平常生活的 世界觀價值觀 那政治系統是用行政權力在操縱 經濟系統是用貨幣 就像今天在這種現代商業社會 你基本上做所有事情 你都是利用貨幣當作的那一屆 在進行 這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並且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個行政規範在那 你不能隨便做什麼事情 犯法的 那一切就是有法律明文化給你規定 什麼事可以做 什麼事不能做 是不允許有模糊地帶的 應該說有模糊地帶你就會被人家罵 就說你這樣 你就是政治系統就會被人家罵 不信任 政府這個東西弄得灰色地帶 不是我們現代國家 該有的要清楚的這個法律 要行政這個官員去管理 對不對 這是我們所期待的現代社會是這樣 那當然這整個系統是用科學跟科技 做一件事情來背書 就是一切都是根據 大家都有科學的證據 才做各種的決定 來設定各種的規範 然後是我要去測這個食安 這個東西合不合格 我也是用這個機器 這個造科學的SOP 來確定說你今天這個東西合不合格 但這樣的話 世衛公平就知道我們扭曲了 什麼樣扭曲 你從小到大的規範告訴你 這樣RUN是很正確的啊 問題是當你面對我剛剛前一節講的東西 你就發現不OK啊 表示你的價值觀被扭曲了 因為比如說你所學到的該有的規範 可以讓你過正常現代生活 可是你的現實生活經驗告訴你 就是不行啊 所以說社會公平遭扭曲了 風險就讓社會公平更加扭曲 所以那我再用何人做例子 何電製造商那個時候在美國 他跟政府就講贏了 除非政府免除他們責任 不然他們不想換來何電廠 所以那個時候設了一個法律 業者有一個賠償上限6千萬美金 我家人賠償上限5億美金 但是當時估計一個大型格在損失 會是70億美金 所以2015年又修法 業者賠償上限一個是3億美金 業者每年又繳1千萬美金到業界共同基金 國家會準備1百億美金的賠償基金 但是福島核災的相關屬實 到那個時候是已經1千8百多億美金 然後呢如果該核電廠的進度呢 遭到什麼問題落後呢 國家又要賠償業者 一座核電廠他要賠業者2億5千萬美金 所以又修法 電力公司該核電廠的錢呢 由國家擔保百分之百還錢給銀行 所以是不是整個政治系統都在干預核電廠的發展 確保電力公司沒有負責 然後財務風險跟國有核災風險 又是納稅的買單 不是基本業者買單 那民間對於核電廠還是遞見不利 但是我想說的是 是不是又回歸到 一切都照政治系統跟經濟系統的這個運作啊 但是你就會發現沒有人在負責啊 到最後是 不是像我們所理想的現代社會 有明確的責任歸屬什麼的 他反而是弄得你沒有責任歸屬 對不對 那金融風險我想大家都很知道 台灣的這個空路跟泡沫 是不是 蓋房子也是啊 一切都是合法 合法的在都市計畫在做 是不是 也和銀行也都是和他們的這個經濟 成本效益的計算在做 但是總會變成說 全台還快要20%的空路呢 當時那個 這個是花次長 現在是花次長 他說 即使新北市從現在 不該房子失業 你也消不完 那你有比較好過嗎 好像也沒有 你居住 這是台北市的房價 這2014年的報導 所以說就怪怪的 為什麼一切都照規範在做 就變成這樣呢 都照經濟系統 所以這韋國 這個是很少他以前 他的名言 他說 現代經濟的秩序 好像已經綁在這個 科技跟經濟的這個條件下 為了這個機械化量產 好像已經決定了我們 每個人的這個生活了 好像已經是一個 無法抗拒的力量 這個系統性的力量 所以也許 這個 我們將會被 我們將會被主宰 直到這個地球上 最後一頓的煤被燒光了 所以他是很悲觀 不是很悲憨 所以說 那 副作用 另外再來副作用 什麼叫正當性危機 你當你遇到這麼多這個時候 民眾是不是在政治系統 失去信心 這modern times 左邊你在1936年的電影 你環境問題 你這個勞工待遇問題 是不是 像被齒如一樣卡在這個空洞裡面 那你是不是就會這樣 那我們看台灣 我們有 寫言之後 開始有農民運動 我們有抗議政治系統的運動 然後抗議核四的運動 我們有抗議政治系統的這個 這個抗議這個 這個勞資問題的抗議 我們也有反核 反核遊行 太陽花旋運 潮運 所以也有反核四抗議 但是這所有抗議 我們就是說 事實上不管是哪 不管在哪一場抗議 你是正方還是反方 其實你都在想什麼 你都在想 我們應該要做到這樣 可是為什麼我沒有做到 你可能會覺得 那些人是來亂的 他們要是不要來亂 我們就會做到這樣 但是可能去抗議人 會覺得說 你沒有答應 我該現代化的承諾 你根本沒有讓我做到 你反而讓我 這個只是一個烏托幫 在騙我 對不對 所以我才去抗議啊 等於你們這個政治系統 沒有做到你們該給的承諾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是站在 比較政治系統那邊 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些人就是被煽動的 來亂的啊 只要他們不要亂 我們早就可以做到這樣 是不是很多人會這樣 那怎麼樣 他們不要亂 所以左邊1940年一個電影 大度才長 是不是 你會期待 有一個偉人 幫你重拾 秩序 來控制 來讓你重拾這個 現代化的這個承諾 是不是西科的也蓋了很多 這種 這個大 大建設這樣 台灣版 我們也有台灣版本 是不是 這個 這個蔣經國先生 其實巡視這個核電廠式 讓他覺得 都跟科學家在一起 但是 有破例 這個 這是以前 這個達悟族蘭嶼 是 從前要開機的時候 那邊反對 我們就用軍人 有破例把他們這個 排除掉 這個困難 我們就可以發展核電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說當時 下面西科的畫展圖 上面是當時所謂的 20世紀島的現代藝術 當時的藝術家 他們就是感受到現代性 當然這些 痛苦 混亂 他們就感受到像鬼國那樣說的 所以現代藝術就是 畫這種抽象的 來展現他們的這種 破滅跟挑戰這種現代性的控制 所以西科的他當選的時候 他辦了一個墮落藝術展 他出來把這些東西收起來 然後跟德國人說 這些就是最墮落的 要我們以後不要看這種東西 所以當時很多人去 因為他們早以後就看不到 對 所以是這樣 所以立卡索當然也是西科很討厭的 他也很討厭西科的人 所以他就想什麼 你以為藝術家是什麼 一個低能人 如果他是一個畫家 是有一雙眼睛嗎 如果他是一個音樂家 是有一雙耳朵嗎 藝術家同時一個政治人 他會關心悲歡的留言在一起 並且從各方面作出反應 所以他是不會去逃避現實 所以他畫圖 他不是為了裝飾 而是為了抵抗和打擊一個人的武器 也就是他在抗拒 他所理解的那樣的現代性 所以台灣這個我們 中心主任周慧平老師 他也列了一個表 從2003年到2003年 我們有各種的這個風險事件 但是他也看到我們的社會 從主要都是管制科學 這個科學家來做 幫大家這個決定 但是我們漸漸的民眾也開始 進行的反抗的趨勢 這樣是為了一個覺醒 所以那怎麼樣才能 好既然大家認識到風險 那怎麼樣才有 才有這個倫理性的溝通呢 所以他會馬斯認為 理性溝通是什麼 要有正確性 真誠性 可理解性 要有真實性 不是說你講話出谷 大聲小聲 是要有這四點 很多人跟無偽說 講話很沒禮罵 這個叫沒有理性 這跟禮罵沒有關係 比較沒有關係 是這四點 好不好 那理想言說情境是什麼 參與的平等 無偽金錢無權利左右來進行編論 不遇上任何最高規範 不要什麼優先 穿樓優先 什麼優先 所以是大家很流行講 神緒正義 神義民主公民財運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不是要拋棄這個議會制度 而是作為補充 避免社會公造性 的扭曲 所以他認為說 各種的意義啊 符號什麼的 是要 就是互為主體性 大家經過討論出來的 才算數 不是說你今天專家說 你這個東西 好我覺得這樣 好 這個沒有風險就是沒有風險 可是標準 不是你一個人講的算 是有多元的參與 你有一個prime 有一個語言是叫做 只有你一個人理解 那不叫做 不叫做共識 是要跟大家 共同參與 大家討論出來 同意的東西 才有意義 你一個人自言自語 比較有意義 所以說 徐仙宏老師他就 他 他常常在講 公報意義如何決定 你開始反轉委員會機制 公務幣 體現 居然經由嚴謹的行政成員 在公開 跟民眾參與 私下公國來行訴 先進民主主義 不要當作已經拋棄 少數學者來不斷的方式 而是激起鼓勵民眾參與 多元價值的選擇 像土地不只是商品 他也是家 以及主觀感情的地方 這樣 所以說 現實上可惜嘛 會不會變得沒完美咬編論 哈布瑪斯覺得說 你有經過政黨 經濟成員編論之後 投票決定是一個社會 對國中辯論的終極戰 不是終極 所以以後出現新的情況 新的觀念 新的資訊 大家是可以重新辯論 從此決定 這樣 所以他風險倫理呢 你在共通風險的時候 貝克覺得 你就要採取預警性原則 像歐盟禁止GMO 或者資訊德國產貝爾 就是 你覺得那種 太不確定性 太多的東西 你就不要去做它了 GMO是這個 基改作物 基改作物 就是你覺得 太有 不確定性 太多 規模太大的東西 你就乾脆 你不要去做它 那 衍生到參與師科技評估 就是參與的過程 要多遠離開關係的人的討論 整個 新的技術本身 技術發展趨勢 不確定性 以及後面可能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要全面性的探討 這樣才能比較好得到共識 所以說 科技爭議 產業跟參與師評估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好一點的風險溝通 來得到多一點的 這個社會性的 這樣 那OMO呢 跟轉型 最近他們就這樣 他們 各種的規劃都會 反覆溝通面對 反省利害關心的 關注的議題 以及持續的整理資訊 來建立大家的性的關係 所以說 這裡我想一個 有的風險觀眾也許 我沒有替代過他們 我去一後來 我要講 Imigination at War 我覺得是有點像 甘利的社會哲學 適當科技 取代所謂進步的科技 像首爾他們最近有 成功的 能減少於做核電廠 他們 市民同時本身 也就是作為發電廠 集體參與 來建立一個太陽的城市 以及最近 常聽到的循環經濟 或綠能經濟 這樣 那這個後 福島時代 大家可能平常 以前會覺得 包括他們的永和者 會說 本台每年20到25%來自核門 後來這幾年變成不到1% 但是 簡直不可自信 你是不是要亡國人 會不會因為這樣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這樣 這個黑線是他們 核能使用的 百合比 你可以看到 古老核在用什麼 趨近於接近都一趴 一趴以下 好 我拿日本 法國跟 德國來比較 人均GDP 這幾年的成長 趨勢 我看日本好像也沒什麼變 已經在成長 加護可自備所得 也是在成長 每一小時 GDP產出 也是在成長 綜合生產力 也是在成長 人均碳排也差不多 我加一個綠色是台灣 所以美國地方政府 最近也是很積極的 都在推這些綠能轉型 200-2005 這個 真的是州的數目 越來越多州 加入這些轉型的措施 所以說 最後我請大家思考一下 所以說 是不是 沒有可能 沒有大家想的那麼恐怖 剛剛看日本的數據 是不是 我們有時候可以重新思考一下 你的世界觀 你會成什麼樣的社會關係 你怎麼樣負擔的生活 那你知道什麼樣的生產 不是 需要搭配什麼樣的技術 以及 能跟自然的關係是什麼 這整個東西 形成一個活 也許我們在 以後跟人家面對什麼 公共議題 風險議題的時候 是這些總體的 來思考一下這些面向 也許 就會想到 也許很多事情要轉型 或什麼的 沒有那麼恐怖 也沒有說 你要是 很多人會 好像說 你不接受這個風險 你就要 這個經濟要摔網 或什麼的 或是你會完蛋 或什麼 好像也沒那麼恐怖 也不是完全的說 我們真的沒辦法 好多風險 還是有一點希望在那裡 不是這樣 所以最後 我有很喜歡的 這個卡古馬斯 他的話 他最近 兩年前受的反問 他說 我們 資本主義民主 現在好像已經變成一個 假民主人 所以說 他認為我們現在 我們需要一個 科學式的啟蒙 也就是 他就是像老師剛剛講的 他如果啟蒙還沒有完成 從18歲到現在 他覺得我們的啟蒙還沒有完成 我們還是繼續要繼續 這個工作要下去 但是最重要的 沒有一個學科 經濟學 政治哲學 或社會學 自己能夠完成這個 繼續啟蒙的工作 但這些學科可以同時 同時一起來 進行批判性的自我理解 就也許說 我們也許可以思考一下 不是什麼東西都是追求 最後玩高消費社會 一切讓這個科學主宅 一切 不見得是我們想像那麼美好 而且不見得是沒有第二條路 有一些批判性的自我理解 思考 所以說他認為從黑格爾 馬克思到現在以來 這個 這種批判性的社會理論 所以他認為 還是 這種自我批判的思考 還是繼續在我們 現代性的哲學話語 話語 我們是一個 核心的精神 我們如果放掉這個批判的精神 也許我們就真的永遠 找不到錯誤 但是如果我們不斷的自我反省 也許我們 還是有 達到共識 找到兩邊好的路的一天 我覺得我是這樣理解 他這個說話 好 好 推銷一下我們中心 我們中心在推社會溝通 我們有這幾個 有觀點會客室 我們有臉書 我們有舉辦 最近我們會有舉辦兩個 論壇活動 直到15號 然後我們專家熟配多媒體中心 所以歡迎大家 多多利用 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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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 這個 連結這麼 一百張 你要用每百張 就是這樣 一口氣 所以 你那個包管可以給大家嗎 可以 如果有需要的話 到時候我們放在那個網路上 你可以自己去下載 可以去把一些 因為在這裡面有一些 是概念的 快點的傳播 可口 所以可以做一些 double check 所以在 在剛剛講的那個 最後一本書 大師哈佛馬斯在談到 所的現代化的哲學 現代化哲學話語 那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是 很非常謝謝你 幫我們用 何能做一個例子 幫我們帶到 所關於現代性的討論 那實際上 在這裡整個的感情 其實在這個感情 什麼叫現代化的概念 就是 現代化其實是違背了我們 我們原本的期待 他在這裡講 講完以後的時候 出現的問題是 我們可能有個美好的期待 或者現代化 承諾我們一個很好的期待 可是他做的事情 他在實行的過程 不如他所承諾的 甚至呢 他所帶來更大的風險 跟危機 是現代化 我們在現代化過程 我們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這個是 我覺得他給我們 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始 那接下來 可能請建民跟我們講一下 我記得你有帶書來的 你有書 對 你的書能不能也 借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們拜託他 因為他分打書了 只是他寫了一本書 然後現在他也不大容易可以找到 不過他想說 我們可以先把他拿來看一下 那在這裡面呢 在這裡面有幾個 剛剛裡面有講到 關於基改 然後有一個資料 大家可能可以去找的話 就是孟山都的世界 他這個法文 他是一個法國記者 在2005年到2006 那個原本是 人孟是孟山都 那我那時候看到那個 如果我們要了解 當代資本主義 的這種 巨型企業 裡面對於所有 無所不在的這種 控制 跟政商關係 那個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然後包含裡面 有講到所謂的 蜜蜂的消失 蜜蜂消失 然後現在 因為大量農藥的膨炸 導致蜜蜂消失 然後他在 歐洲會討論的非常多 還有包括 基改作物 要不要把基改作物帶進來 要不要接受基改玉米 那台灣其實也是 在談那個 基改的問題也非常有趣 我記得之前 我們在農委會 都還可以找到 我們每年進口的 什麼樣的基改作物 玉米什麼東西可以進來 那當時有兩個 最主要的人就是 就是獨邦 另外一個就是孟山路 就是孟山路 他進來 但是我記得他上次 現在我要去找資料 就非常難找 因為他就把資料 刪在你找不到的地方 在2017年的時候 我還可以找到 2017年找到 我找到最後一批資料 就是他們來 我們怎麼樣 那個環 那個商車環保署 讓他們能夠進來 可是有一個 很有趣的點 剛好在政黨輪體的時候 是最弱的時候 所以他們可能 透過某些遊說的方式 本來不被允許的 那些基改作物的型號 他們就進來到台灣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已經不是 一般我們講的 經濟歸經濟 政治歸政治 而是他剛剛我們講的那個圖裡面 其實他們是 共同發展在一起的 然後去了解他們彼此是 沒關係 可能是我們 有必要再思考這些 經濟發展的問題 現代性的問題 政治的問題 可能要考慮的 另外一個不同的因素 那我們接下來請 建林 那些三頁你要 幫我們發揮一下 謝謝 那其實我可以剛剛 再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 剛剛你的食物 還有這個基改的部分 其實 像 今天上下雨 有一篇新聞 是關於孟三堆 孟三堆其實 他最近在流食 各地的新聞在討論 這近幾年來 都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到底是不是有去影響 後面這些科學家們 去做什麼他們的判斷 對 我不知道那個 基因改造這件事情 大家的了解有多少 那另外一方面說 基因改造就是 很多生物科技 和農業的 其他人員都在研究 但我們會問的 也有問題是說 這些研究的背後到底 可以多大的 被這些公司的利益 所控制或影響 我要想要感想 然後前幾年 法國的那個 學者是 Sanadini 他的那篇文章 放到了一個 讀物研究期刊 上架之後又 經過了熱烈的討論 又下架 結果是論證不足 對 但是他的那一系列的討論 就放在那個網路上面 還是可以公開讓我們去看 到底 是不是真的論證不足呢 因為他又馬上就 投到另外一個SCI 期刊就過了 所以他又 他又上了另外一個期刊去 那 反過來說 像是孟三堆這樣的一家公司 就是 最近的 近期的討論 只要問他有一個引子文件 是不是他去引介了 幾個有名的科學家 去做這個研究 並且給他一筆 蠻豐厚的那個 心致 包括從裡面的 樣本 或是一些 研究的一些內容 都 直接給這些科學家 那 以至於有一篇 在投在富里市雜誌上面的文章 也因此被揭露之後 被撤稿 那目前這些當然都是一些 新聞媒體調查的一些報導 那我們 還沒有辦法看到 他真的進入司法程序 去探討這個問題 可是你就會發現 這間公司到底去影響了所有的 這樣的職務的發展 以及我們對於職務科技想像 我們對於那個經濟發展的想像 因為他會推出很多 關於基因改造的作物 是不是幫助我們的生活 讓我們那個 種子的方式更加的有效率 前面剛剛講到 這個現代化過程 現代性裡面的那個核心 就是效率控制 我有那個知識 可以做這些事情 還有滿滿的信心做這些事情 那在實際的情況下 我們常常看到這個現代化的成果 是一個有問題的情況 就像在印度有那些NGO在推動的是 其實基改種植並不讓他們 變得更好的一些討論 那在台灣 因為我們沒有種植 真正的種植基改做 我們是禁止種植 我們只有開放大概四種的作物 那相關的型號 就讓我來講 是滿難造的 擔心 在龍鬼會裡面 有一個調查系統 你可以看它的品種 就是 你如果看到我們生種 可能就是MO的那個系列 那個 他們的品種 有一些不同的玉米阿 大豆這一類 我們可以讓開放 甜菜 鹽 我們大概可以進這四種 那你 基本上我們的那個 常常吃的豆腐 豆乾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美國進口大豆 所以 除了那些標榜 非基改豆漿 按理來說 應該它真的是非基改 但我們平常吃的豆製品 大概很多都是 肯定基改大館 大概已經吃了不少 也是不知道 也不一定 那 像孟山杜 這種單位 它也在全世界 廣佈它的一個 支持它的協會 比方說它在台灣 也有一個叫CorpLive 它在美國 跟其他地方都有 它是在標榜 推動植物良好生活的 那種協會 它那個名字是這樣 但是 你知道它其實 孟山杜出資之後 你就會開始懷疑 那它到底是 真的 真的是要推動什麼東西 要種口作物嗎 還是要推廣它們家的種子 因為它是同時賣種子 又賣什麼藥 所以 相輔相成 那個 所以它才會那麼在意那些 種藥的問題 嗯 可是拉拉莎說了 我前一隻截取 前一隻這樣想到 結果我們發現 光是 光是在這個 現代化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的那個 我們以為是好的東西 實際上 就已經被那個 系統控制住了 我們裡面 永遠有一套說 知識應該可以幫助我們 這些專家可以幫助我們 然後 經濟發展是 最重要的一個議題 以至於我們就好像 把一些東西 犧牲掉的卻不曉得 是完全在五隻的情況下 犧牲掉的 是有可能的 所以 回到這裡 我這邊下一個標題是 氣候變現 這我們有什麼好處 我們剛剛看了什麼 氣候變現 就是全球暖化的問題 這麼可怕 世界都加 加入加了這麼多的路 然後有一些國家 在太平洋上面的小島國家 現在又在 又在靠北的狀態下 他們又 他們又做了一個組織 在他討論一些問題 但 氣候變現都有沒有少好處 這其實貝克 在他最後的書裡面 他問了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遇到一個 遇到一個問題 就會想說 既然是全球暖化 又不是找一些技術方案 讓他變得不暖化 前面我講到有綠建築 前面講到可能有 更多的人 也許是再生能源 也許是 也許是核能 也許是其他的選項 我們找了很多技術方案 來幫我們解決問題 可是貝克會跟我說 對 這就是一般我們 會想像的第一種方向 但是對於這個問題 好像就是氣候變現 對我們好像說 只有一個壞處 但問題氣候變現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那個好處是在於 重新讓我們思索 我們今天達到 走到這一步的 這個現代化過程裡面的 那些基礎 到底出了一些什麼問題 風險社會 其實不是一個崭新的社會 它實際上就是現代社會 它差別就在於 你有沒有意識到 你的生活周遭裡面 其實是有這一些風險的存在 那你意識到這些風險的存在以後 你願不願意去處理它 它所改變的是 你去對這件事情的思維與倫理 如果你還是停留在那個工業現代化的情況下 面對希望面前 你就是要對抗它 那你想辦法把這個風險 從例外狀態去完全的排除它 最好是完全的消滅它 不再有任何的風險 可是坦白來說 在這個世界上面 沒有一件事情是沒有風險的 其實你不管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吃任何食物 你都會遇到一定的微量風險 像我們今天吃食品 會覺得好像 欸 都是一些沒有殘存農藥嗎 真的沒有農 其實只是它很低 它不至於會影響到你的情況下 它的那個殘留量 也許是 我們有時候定那個標準 完全 完全不是依照它 對我們身體有時候會不會傷害到 而是 純粹是因為 機器能夠偵測到那裡 所以你有定到那裡 那有一年 那個在處理那個 3G前來的時候 就遇到 我們的機器偵測 偵測的那個敏感度 又提到 這原本以為是零檢出 那你偵測到怎麼辦 那你的支度馬上就受到挑戰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馬上下降呢 還是你要趕快 欸 因為舊的機器沒問題 所以我們就接受舊的機器 或者是新的機器跳出來了 所以不管所有的廠商 又立刻下降 其實這後面有很多的價值的拉扯 所以最後面對我們 或是這一切的風險問題 對我們的最重要 總是就是 去想像 過去這些現代化的基礎 我們原來的機器的測試的模式 我們的技術 我們的那個改造的方案 到底合不合是 因為如果發生問題 就是這一套 這一套結構 這一套信念的話 那你還想靠這一套信念 和結構去解決 他所自己創造出來的問題 就是貝克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就是風險社會 跟現代社會 傳統的現代社會 最大的差異 啊 糟糕 變得字超小 其實就是基本上我們栽命的 右邊 右半部其實是所謂的簡單的現代化 左邊就是貝克所期待的 反生性現代化的過程 簡單現代化的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他就是 因為你是完全走技術發展 很多東西你已經 你是仰賴技術 經濟和你的知識 並且也由這些專家 專家來為你建構這整套的論述系統 那由技術官僚來為你進行服務 那由這些 今天我們帶一隻的這些 所謂為民否則的立委 來幫你做 國會或是國會議員 來為你傳達你的利益 你的一切都被這些 特別的系統掌握住了以後 那你就接受他 那你就接受他 背後帶給你的 就是這樣大眾消費 和裡面的標準化的一些事物 那在貝克這邊看到的是 我們會變成很 在這個星球上 我們就變得很個體 我們在這個社會裡面 被他 被這套標準化的過程 切割成 淵字的單體 然後也失去你 跟整個社會脈絡裡面的一些點擊 那他面對這種情況下 個體能夠做的事情 其實是回到像 各位今天坐在哲無來 重新思考一下 我們現在在我們的社會脈絡裡面 我們自己到底應該是要追求些什麼 然後我們在面臨的 像剛剛氣候變遷這種事情裡面 我們實際上被改變的一些什麼東西 我們不是談說 一袖面前就去蓋一個 綠建築 或是蓋一個防洪的新的東西 來避免水災 而是說 我實際上的一些消費的模式 是不是已經有所改變了 我在我的附近的一些超商 是不是有一些 也許有一些新的一些措施 讓他們變得更結人 更加能夠適應這個氣候變遷的模式 他強調的是 這是一個由下往上去改變這個過程 所以 不是說 馬上就要 就去反抗 解決了那個大義政治 而是說 你由下往上 你每個人都意識到 原來有這個問題之後 你會結成一批一批的社群 是這些 這些他所謂次政治的這些團體 實際上會去影響 後面政治系統裡面 他的那個原本的組成 你不能其他原來的組成改變 但是你可以藉著自己形成新的社群 來影響這個既有的系統 然後你也重新 建構出 建構出一套你的反抗的論述 這就比方說是在台灣的話 就是像國光石化的那個時候 很多的藝術家提出了他們的 土地的一些情感 有一些專家直接用數據去 向政府的專家去討論 到底那個福祉可以用多少錢去算嗎 那種效益主義的方式去計算嗎 還是我應該有其他的生活方式 也可以去討論呢 然後如果是那個碳排放 我一定要在中部地區 蓋這種大碳排的東西嗎 特別是近幾年 我們有空氣污染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為什麼老是在那個地方 剛剛學長有講到 其實他後面還有環境正義 每次全球利益的那個利益 都在分配的時候 都是少部分去集中 但風險好像在集中到某一個區塊 那所以中部的人就果該倒楣 有火力發電廠 再蓋個新的石化廠 再蓋個工業區 這樣可以嗎 其實他後面會有一些價值的爭論和論述 浮現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傳統的一個政府 是很難去 很難去handle這一塊 他最後是用很特別的方式 優衷的方式去解決 可口折症問題 但你實際上發現 如果他進到議會的討論 他根本就是爭論不休 他進入到既有的那個行政官僚的體制 他根本恨鬥過來這個問題 所以風險社會 其實是自己在挖牆掉的一個社會的情況 每個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不是說我找一個技術情報 而是說我來看我現在既有這些體制 是不是哪裡出了問題 他根本就不再能夠適應現在社會的這個情況 是不是那個系統的思考 已經限制住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所以貝克的最後的書 他不是在講 社會的一個改革或進步 他問的是metamorphosis 他問的是這個世界的這個變形 蜕變 他要從包包蟲轉成蝴蝶 也要去改變這個情況 那個改變的力量 就在於每一個人意識到 現代化的承諾 跟我們現在實際上經歷到的 是不是一樣的那個矛盾的時候 所帶來的改變的力道 所以其實他對於那個傳統政治 沒有抱太大的希望 他最後談了一些 談了一些有沒有改變世界的 主要都像是城市 或是一些城市裡面 我們看到像是 剛才講的首爾這種 減少一座核電廠 那他跟的是像 伊克里這種地方的城市的聯盟 他們一起去想說 我要怎麼去改變 那像新北市他們也在做一些 能源轉型的一些討論 他也組成了一個國會 會正在亂海中 會不會也亂出了一個減少 減少用電 或是改變了整個城市的消費 那當然我們是要拭目以待 對 但我們會看見 在風險社會裡面 市民必須要來參與這樣的 這樣的一切的過程 是這些社會理性帶進去 你才有可能去扭轉後面那個系統的不理性 那最後是 其實是我們剛好跟李傑才剛做完這個 這一個專家諮詢的一個討論 其實我們遇到一個風險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常常遇到 常常有問題爆發了以後 我們就找了很多專家 然後就聘專家 但是在專家這一面 我們可能看到政府 這是最近的分母的雞蛋的一個討論 政府的專家可能他 當初 東委會跟食藥署在檢驗的時候 沒有商量好 以至於一個18號公布檔 食藥署公布的時候 就說 那個時候我們抽也沒事 大家可以安心的吃 但是20號東委會就立刻公布 就說不好意思我們沒出包了 那好像 好像 好像 那個 是不是政府有什麼問題 但其實我們會發現 有時候是 農委會是抽驗那個 後面的農場官 然後 食藥署就是抽驗市場官 他們兩個 沒有沒有好好的談清楚 結果你一直在市場沒事 但是農場發現沒事 於是 於是後來就導致了 一系列的政府 自己有點麻煩了一陣子 再來就是我們 每次遇到這種吃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點一批 很容易被 封的專家 因為我們在風險的 剛剛講到這種不確定性的狀態裡面 我們會常常去找 一些很強硬的專家 來幫我們解決 他們可能有很棒的臉書 也會有很棒的一些 媒體的光透的管道 所以他們會不斷的浮出來 浮出來告知我們資訊 問題在於這些資訊 是有被驗證過的嗎 還是我們又重新跳回了 原來那個現代化裡面 就等著專家 等著政府告訴我們怎麼做 然後我們就 就接受了 就相信了 還是我們接受了這一套之後 反而更加無所適從 因為發現所有的專家講的 還不太一樣 那我們該怎麼辦 或者是每個人 全部都跟你講很低 可是最後檢驗的結果 只有百分之三 出問題 所以這個背後 這後面的姿勢的選擇 會不會變得我們困難 再來就是 在影節的報告裡面 比較少談到就是 我們目前 目前我們在呈現這些風險的時候 其實一個蠻關鍵的問題是媒體 剛剛講到其實我們 對於風險這種東西 好像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往往也是在媒體那個過程 熄溯出來的 其實風險的結成社群 是成年媒體扮演媒體 因為你必須要有 藉著媒體來實說我們 對於風險的感知 之後我們才會意識到問題 但是往往我們 意識到的東西呢 是超過我們想像的 不是超過我們想像的 這是媒體用的 他們想像的一套模式 以至於你對那個感知變得 更加的擴大 那結果就會比較容易 引發更多的社會恐慌 那恐慌的情況下 我們就對政府 對業者 對媒體都產生不信任 可是我們卻又非得出到知識 所以我們又一直聯合去媒體 跟這個地方去取知識 所以最近一期的科技傳播調查 就告訴我們 我們最常上網去找知識 但是我們最不相信的媒體居然是 網路 我們看完的時候 就決定看電視報導 這也是蠻離奇的 所以我還沒辦法 因為那個調查 只做到那個出貨之外 沒辦法出取說 欸 怎麼怎麼 為什麼你看完網路之後 你對電視會是最相信 但是 你會覺得那個風險感知 好像有一些東西是 很混亂的 以至於你反而自己去用 你會最常使用 找資訊的那個工具 卻不一定是你最相信的工具 所以我簡單分享的就是跟 跟隱潔他這邊談了很多這種 現代的現代化的物體 我們在個人跟 跟媒體上面的一些討論 好 謝謝 謝謝建議 我們在這個問題裡面 其實剛剛在想一件事 比如說像 切後變遷的時候 這邊 我上次有看到一個 一個稿消息 稿消息在講 切後變遷 海洋會上升 海洋會上升 就淹沒了土地 然後這個淹沒了土地的時候 然後當然就是 這其實是 魚類要用來 攻擊人類的一個陰謀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衍生 就是 因為人類把這個 破壞環境破壞得這麼嚴重 所以最後呢 應該讓人類變成垃圾 跟他們創造垃圾 一起集中在那個地球的一個地方 對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看 剛剛講的東西 好像我們對現代性 為什麼講這個東西的原因 是因為 我好像對於人類的現代性 還是有點期待 對 我們剛剛還講 你還不是完全悲觀的 照這裡來講說 我們還可以透過單一制度 然後由下游上的這些東西 那有沒有可能那個現代性 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東西 或現代化的想像 就是說 哈佛馬斯當然是在矯正這個東西 那 那 可是 也有可能非常悲觀的 就是那個現代性的這個事情 就是 人類在走向一種 那個 走向自殺 或墮落的最後的那個 那個過程 當然也有可能 如果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比所有的動物都還很殘忍 對 我們在談人道主義的時候 實際上 我們對何故事都不能道 對 所以當我們 如果在 談論這個風險倫理 如果還是在風險社會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 我們還是一個 人類中心主義的角度 來裡面去 思考所有的風險的肉體 我們也不是一個 整個這個 全球的世界 的那個角度 包括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 比如說我們談談動物倫理的時候 常常都從人的角度來自來 談 談 倫理 動物倫理的問題 怎麼善待動物的問題 可是我們從 動物的角度來看 人類如何去 所以動物倫理其實是給人類使用的 仔細想一下就覺得 這 又是非常 有趣的 不過像像剛剛還有講到 孟山都的事情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數字大家可能 可以知道說 孟山都賣種子 然後另外一個他們也是賣農藥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買種子 因為傳統的種子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 那個種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 種植的一些東西 我們把種子收下來 然後明年的時候 我們要再種在哪裡 可是基改種子不一樣 基改種子是有專利的 所以呢你明年的那個種子 要再去跟那個廠商去買 所以從廠商在以前 之前在印度的時候 就有一些 種棉花 種棉花 他們有基改種子的種棉花 然後 但是買種子很貴 所以他們去銀行貸款 然後 那個基改種子 弄完以後就 沒有豐收 因為有水災 導致了一整個村莊的農民 付不出貸款 相繼自殺 所以他們就這樣說 這個是自殺種子 那時候在2005年 2004年的時候 當然是這個鬧得非常大 可是後來 這些圖片呢 也因為真實的關係 那時候我寫了兩三篇 關於孟山都的事情 然後後來 那個圖片跟影片 後來整個也都被移除掉了 因為他們有很強的那種系統 政商系統 再舉個例子 孟山都 那所以全世界有70%的從事 是集中在孟山都的手上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要吃什麼 對不對 我們這樣在超商 我們要吃什麼 用什麼 然後去買什麼東西 其實他 吃什麼東西 已經被選擇過了 我們是在別人選擇下面 裡面進行選擇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 如果看那個 跟政商制定的關係 後來孟山都的那個科技總裁 在歐巴馬執政的時候 的總裁 歐巴馬執政 去當孟山都的副總裁 來跑去當歐巴馬的科技部 那當然你就知道 未來的那個 所謂的基改的政策 維持著什麼方向在這 所以在 雖然是產業界的 但是你可以看 在政策的事情上面 是有利於誰的 就可以理解 然後這些 這些資料 我想說在 2006年之前 可以看那個 就是孟山都的事件 2006年之後的資訊 我記得上下游跟環資 他們都有一些 後續的報導 那大家就可以看 那當然 那個建民 這本書我們真的買不到你 好 還買得到你 從 獨立到山桌上的恐慌 這個建民 我請他帶過來 然後請大家自己去 去找這本書 或許 你這個是什麼時候出版的 14和15 14和15 對 所以你的資料 當然是資料可以在你的地方 可以拿出來 所以我們大概是說 等一下 大家 因為剛剛有很多 大家有不同的問題 所以不同的領域 所以可不可以 你們就可以救你們自己 的領域 去看待風險的問題 來繼續討論 然後我們就 先開放三個問題 有問題想要問他們 九字 一 二 還有 還有 來 同學你是不是 還有 那 那 應該 應該有 那再想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不用進入到那個 對 剛剛有一個說 最後一章的那個 大家聽到那個 反身現代性 它是一個 哲學的專有名字的 就是 反身的意思其實是 反省 能夠自我反省的那種現代性 讓現代性具有反省力 所以我們看是這種反身 反身代理字 反身動字 或那個 反身的意思 所以我不想製造大家可以 然後 好像反身現代性 是多麼了不起的東西 就是回到自身來 去想 現代性的問題 那 那個 現代性 那現代性本身 它是一個詞的 它一個詞 它有 它具不具有那種 人的那種能力 可以自身 可以反 所以現代性的反省 或反身 還是要回到 每個個人身上 去思考現代性的問題 那個 所以那個反身現代性 可以 來第二個 還有第三個 四 五 來 我們先從 中市來 蔡博士你好 我想提出三個問題請教 第一個問題是說 請你先把第一講清楚 就是 當你今天一直談論科技跟科學的時候 那我想請問 在目前我們中文的語役裡面 人文科學 或者是哲學 這種東西 算不算科學 當我們講的 傳播能力 大眾傳播能力的時候 它特別是那種科技 還是說你只能談論的是 最基礎的 基礎自然科學 然後只是講 電子這種 所謂的很硬的 科技 這是第一個 請你把語役講清楚 第二個是說 當你的前半部一直在 責怪科學或者是科技募國 這樣論掉的時候 我想要來釐清的是 到底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是科學本身這個本質上的錯誤 還是解讀科學 使用科學這個在人上面的錯誤 所以我想提出這樣的一個思想實驗室 如果我很明確的告訴你 當我今天打開這個盒子的時候 我可以拯救一個人 可是我也有 我也有某部分的機率 是我會讓全部的人 包含我自己 全世界的人都死掉 那如果我告訴你 我的目標是 百分之一把 零 就確定的零 不是趨近於零 不是極限的零 確定的零 告訴你 我不要任何一個人死掉 縱使我不能夠救人 但是我不要殺光所有的人 那請問你 我的選擇應該是什麼 那今天這兩者的機率 如果我們要講一點數學 什麼機率 我們講了風險 講機率 要多少比多少的時候 我才可以看這個盒子 這我想進入這樣的一個思想實驗 來幫助我們理解說 當你前面這樣的論調 在責怪科技跟科學的時候 你到底有會釐清 到底是科技科學的本質 是你在責怪的問題 還是你其實在講的是 科技跟科學解釋的人 在問用它 這個思想實驗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說 那你的後半部 其實我比較贊同的是 你提出所謂的 代入多元關係人 這樣的概念 但是 其實 這個問題 你代入這個問題 它也不是完美的解放 我個人的內容 我立刻就在講到說 當我們講說 我們不要專家治國 我們要提出多元關係人 然後讓參與世這種全民的力量 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把問題 只是往後推了 因為 當我們今天有了 假設在某一個 確定的領域裡面 我們有了明確的答案 先假設這個問題 是有明確答案的 我們是有明確的 是與非 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因為要滿足現在所謂的 參與多元關係人的時候 可是那些關係人 有些人不是這個領域的 就好像說 我 你假設是統計學人 或者是物理學家 我沒有辦法再做一個 絕對的科學問題的時候 因為 最好像你一直在講個電場 那我們講說 裡面的量子力學俗色的問題的時候 物理學家 他最後會變成說 我們在比的是 物理學家有最後正確的答案 告訴你這個科學上百分之百是什麼 可是 他最後被往後延伸的是 他在考論的是 因為要做這樣的多元 跟公民參與 他在把問題推到後面的 溝通能力 大眾傳播 說服的能力 那這樣的話 這個你只是把問題 從A推到B 那我可以講說 甚至我可以 不知道還不綜合前面 我來講說 如果今天 你認同這樣的 我的推論說 其實這樣你只把問題 往後推的話 可是在你的演講裡面 並沒有提到這一點 你的結論 並沒有提到這一點 那你給我們 帶回來這樣的知識的時候 或是你在推銷這樣的理念的時候 那我可不可以說 其實你就跟你前面講的 你就是 人文科學勿國呢 因為 你也沒有給我們 最後一個好的答案 你只是 因為我們帶來一個 這樣不用的一個想法 所以 我們好像覺得說 參與室 或者是說 多元關係的人 就可以是完美的解放 其他也是錯的 好 我提出先這樣 這三個問題 謝謝 謝謝 那個 那個 我覺得 第一個問題 跟第三個問題 是可以合起來講的 所以我就合起來講 首先 我剛剛的那個 包括有沒有 講仔細 而且 當我在大陸 我在講科學的時候 我指的是實證科學 比較理工型 實證科學 你要不要跨這種實證科學 而不是社會科學 所以我現在先 先做這個區分 然後第一個 當我講到科技的時候 在這裡我是比較採取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講手機好 我 我才 因為其實很多不同的作者 當然不同的定義 但是我講我認知的定義 手機本身它是一個科技 可是它自己本身 你只拿這個東西 你是不能用的 你要有網路 你要有整個系統 所以等於對我來講 所謂的科技 是整個系統性的東西 或是說 對 就是手機 電腦 本身一個電腦 它也不成為一個科技 等於說它科技本身 它已經連帶到 它成為一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電腦 有手機 我們已經成為一個 網路社會 網路世界 當我在使用 成為一個這個 手機的使用人 電腦使用人的時候 現在我們 比方說我們都已經變成DTLE組了 我們現在已經 已經不光是機器的東西 而是已經影響到我們 生活習慣了 而這個整個系統 我稱之為 這就是一個 科技的系統 比方說就是我們所謂IT科技的系統 這樣 那 所以 再來明信到第三點說 知識 所以這個回歸到 所以說 其實貝克跟哈保先生 他們其實已經回歸到 認識論的問題 就是說 所以講白話一點就是 什麼樣的知識 才叫做有效的知識 那平常 前面我講的那個 科學 就是現代性 所謂會認為說 我們就是要有 實證 量化 計算 出來一個明確 明確的 給我一個Number 給我一個Value 之後我們才叫做 有效的知識 所以才叫實證主義 實證科學 但是 這樣在哈保瑪斯跟貝克的方法來講的話 所謂有效的知識 並不是這樣 就是說 嗯 你今天 就再回到很變長 假設 我估計假設你有一個萬能的機器 你可以告訴我 現在在蓋這個責電廠 明年 發生核災幾乎多少 我假設這個機器 我們估計假設有一個萬能的機器 他就會告訴你 明年發生核災的機率是多少 但是 這跟我們 要不要把核電廠蓋在這 所需要之事 又是兩回事 怎麼說呢 比方說 無浪核災完 有一個國際的 忘記是哪一個原子能組織的 這個組織 他就說 核電廠蓋的時候 你不光是考慮說 什麼 核災的機率 你還要考慮他附近的人口數 人口密度 那也是 你要考慮 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 比如說台灣來講 台灣是一個人口 很稠密 一個小島 的地方 那也許 對他們來講 如果有一次核災的話 不管機率國低 事實上又等於 亡國 所以說 這個 所以說 這就是 我想就是 Enoir主席說的 就是說 不光是職實證的指示 你要考慮後續 可能遇到的社會影響 這整個價錢 才叫做 你要不要去改核電廠的 一個指示 我不是這樣理解 所以說 那回歸到剛剛哈伯老師說的 他說 所有的意義 只有一個人 就是說 如果只有專家覺得說 比方說一杯水 我現在姑且假設 有一個 也是一個萬能機 告訴你 你喝的這杯 這杯水的治癌率是多少 問題是這杯水的治癌率是多少 跟我們國家要把治癌率定在哪裡 可接受 那又是兩回事啊 可能有人覺得 我可以接受高一點的治癌率 可能有人覺得 我可以接受低一點 我要低一點的治癌率 可能你問十個人 他們可以接受治癌率 都是不一樣的 那 難道說 手上有萬能機器的人 他就比較有正當性 我來決定嗎 這是兩回事 對不對 目前有人有能力發明一個萬能機器 告訴我 我可以測出最正確 百分之百塊 保證正確的一個治癌率 可是 這個我們要把 規定這個社會 這個水的治癌率 要定在哪裡 那是兩回事情 所以說 如果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到底這杯水的 我們覺得應該法定 治癌率要定在哪裡的時候 就不是只有那個 手上有萬能機器的人 他比較有說話權 因為那是 那是兩回事情 就是要多遠的參與 我想是 是這個意思 來共同決定說 那到底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水的治癌率 要定在哪裡 這樣 那還有點多塊 你的第二個問題 我現在有點空氣 可以稍微再講一次嗎 第二個問題 其實我們再來 其實你有一點點回答到 但是我想這個思想實驗 可以幫助我們 遺棄到底是人的問題 還是科學的問題 因為 自然科學 你剛剛已經回答 你在談論是很嚴謹的 自然科學 是硬自然科學 那自然科學本身 他所能夠作用的範圍 也是有非常明確定義的 所以我們必須理清 當你現在責怪的對象 在談論的對象 到底是自然科學本質 就造成了這樣的影響 還是人本身 你所謂的人文科學 再去做 就像你講的 去詮釋跟做最後決定的時候 他的決定產生了問題 而不是科學本身產生了問題 因為簡單來講 你現在問的是 一加一等於二這句話 在科學裡面 絕對是對的 自然科學裡面絕對是對的 但是 人怎麼樣去用一加一等於二 那是人的問題 價值的問題 就是回到你剛剛講的 你有萬能機器的時候 那不是說只有有機器的人 來做這個決定 所以我們提的思想實驗是說 因為我們一直很多人 會不會風險這個自然誤導 或贏勿佑或勿思考 所以我們來釐清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我有一個盒子 當我打開它 我可以救一個人 但是我有某一部分程度的機率 是我會殺光全部的人 包含我自己 那我告訴你說 我的目標很明確 我的目標是 我可以不要救人 但是我絕對絕對不要 很明確的靈 為了派我的學 要用極限來逼近 我告訴你 不是極限的靈 是明確的靈 告訴你 我不要殺死任何一個人 這是我的底線 買足這個底線之後 我再來看我 如果可以救到人更好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到底機率 可以救一個人 會殺掉到的人 到底是機率是幾比幾 反而是多少的時候 我才可以開這個盒子 當我們能夠把這個 所謂的統計學 或者是所謂的 硬科學那些東西 先看清楚之後 我們是不是能夠 再來幫助我們釐清說 到底是機率本身 這個硬科學出的問題 還是人的詮釋 我們今天談半天 其實是那些正式家在做 政治性決定的時候 是他去誤用跟誤導了 自然科學的情況 我現在這個問題 我可以先 先從開盒子的問題 先回答起 如果以我所理解 他問我馬是會說 我是贊成他的 你說如果開那個盒子 會有個機率 會殺死其他所有人 所以這就表示 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會被影響到的人 要發言權 那可能你們討論 討論了 可能你們 討論了 就像剛剛講 可能 經過這個公正的 這個公平的討論之後 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得不到共識 以哈佛馬斯的說法 那就先投票 那就 因為 這已經是 沒有辦法的辦法 就是說如果真的討論出來 好 假設 假設 假設下面一百個人 他們覺得 你開盒子 我有死的機率 那可能 可是也許有人還會想開 那就是投票 這是他們把他認為 解決社會問題 就是 先用 就是討論不出來的時候 就是以投票作為一個 決定 公共政策的一個 終極戰 那以後如果有新的資訊 新的想法的時候 大家可以再討論出來 有什麼事情 我們再來 不斷的這樣辯論 所以對他來講 沒有一個終極的正確答案或爭議 你永遠拿不到 對他來講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有什麼新的情況 新的知識 新的觀念會不會產生出來 所以他就是 他所理想的就是 希望大家就是 都能夠不斷的有 參加 至少被影響到的人 要有能夠參加 辯論的機會 公司就是所謂的 程序爭議 這是先從開格子的問題來講 然後你剛剛說到 是說 比方說這樣講 科技 比方說 核反應的這個 它是一個 是一個物理 物理的這個科學 硬科學 就是在那裡 所以你現在可能 你的問題我可以理解 比方說 我會說 會去爆發核戰 都是這個 政治家的決定 科學家只是把那個原理弄出來 工程師 他們只是把那個東西 把那個東西 發明出來 但是 絕不決定要去 亂用 這個 把核能用在和平的 或是用在這個 軍事的 那是政治家 這個 他們自己 這個 不管是做出什麼錯誤的決定 不能怪到科學家頭上 我可以這樣理解你這個問題嗎 對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就歷史上來講 我覺得剛好相反 怎麼說剛好相反呢 就是說 其實 我們以為好像 科學 不會影響這個 好像是科學家只副科學 政治家 決定 再來事後決定 要怎麼用 可是事實上 政治家它剛好相反 它是被科學制約的 怎麼說呢 就拿美國來講 在原子彈事爆成功之前 那個羅斯福呢 他走的是 他所設想的 聯合國 他希望這個戰後 是以各國勢力均等平衡 維持一個和平 可是就是因為 後來他死了 杜魯門接任總統 原子彈事爆成功了 杜魯門就改變方針了 他覺得 我有這個無敵 當時無敵的東西 為什麼我要跟你們勢力平衡 我美國交代好大的 他這次就開始往那邊種了 但是 原子彈的發明了 歐本海默去跟他說 我覺得我們科學家 手上遭難的先行 杜魯門罵他 他說 都是我要做決定的 秘魯是誰啊 所以杜魯門覺得是 我很驕傲啊 這是我決定要這樣自己用的啊 可是他不知道 他事實上就是 被那個科技的威力所影響的 他的思想 他轉變了他的思想 他以為他是自主性的決定 他是若宜 哈伯瑪斯或是貝克斯瓦斯說 你以為你是很自主性的說 我自己決定 我要不要用這個原子彈啊 怎麼會是說 你科學家好像你才幫我決定的 但是歐本海默意思就是說 就是我們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你才會這樣想 所以我覺得是 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說 所以說 現在又出現一個弔詭了 當時就是從魯門開始 他們就是有了這個 覺得是無敵的這個武器 他們就要走這個 強硬的 對抗蘇聯 強硬的路線 因為他覺得 蘇聯短時間做不出來 後來知道 這個預測錯誤了 蘇聯還是做出來 可是他們又不怕 他們又怎麼想的 那沒關係啊 我跟你們 蘇聯軍備競賽啊 反正美國比較有錢啊 看你蘇聯會先破產啊 因為搞這種原子武器 是非常要巨大經費的東西嘛 所以說 你要注意到 他們自己就落入一個 自我的矛盾 他一方面 他不怕蘇聯 你要繼續發展 沒關係啊 反正我們就來玩 誰比較多這原子彈啊 但他一方面又怕 哪一天 真的炸槍槍走 我怎麼辦 所以他又覺得 好我要保持很多數量 我才能 嚇住你蘇聯 讓你永遠不敢出手 那問題是 你要多少數量 才能嚇住蘇聯呢 那個時候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將軍 他去接受質詢的時候 那個議員問他 那你覺得要多少 我們才能嚇阻蘇聯 那個將軍就很老實 他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 可能只有那個蘇聯領導人 才知道 要多少才能嚇阻他 而且因為他這個禮拜想的 跟下個禮拜想的又不一樣 所以說 好像很理性的 一群科學家 一群最高謀略的將軍 他們在決定 或何止 都是最專業的 在決定 我們要怎麼樣來 有最理性的 這個戰略布局 可是事實上 到頭來 你一點都不理性 但是你已經 花了這麼多的成本 冒著這麼多的風險 你不知道哪一天 真的會插槍走 我你也不知道 對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 就是回饋到 我們現代性的承諾 本來以為 可以控制 可以預測 可以管理 結果後來發現 好像是在騙自己 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可以打斷一下嗎 不好意思 再用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要再提問了 但是我必須做個結論 是說 不好意思 對蔡國師 因為我提出了很強烈的質疑 所以我覺得我有這個意義 把最後把話講完 就是說 首先是 以一個自然科學背景 我就承認我是自然科學背景 對 的 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 您所失敗的回答這個基率學的問題 是讓我非常非常的對您提出 非常非常的不信任 是因為我已經盡量打一個 我只差點用數學地理來寫 說 我就在問一個基率學的問題 但是你的回答 完全是失敗的 完全是錯誤的 你完全被罵出 回答說 所謂的零跟畢竟語 這種最基本的數學問題 這 這樣的證明 其實就呼應了 你後面講一件事情 去說 如果以一個自然科學家 以我個人的觀點 我不代表所有的自然科學家 但是我以我個人的觀點 以後面所取的 杜魯門 取愛因斯坦 那其實就是人類 誤以為自己知道這個事情 最大的問題 就是理性 他並沒有成為理性 而是他以為他自己理性 他並沒有 他以為他自己知道所有的東西 而自然對於他 從來不會講說 我自己知道所有的東西 我只講說 我自己知道哪裡 我還有很多不知道 而總統 當時投下來覺得 他以為他可以知道 所有的設想後果 這是我個人認為 在你提出的解釋裡面 所謂的政治家跟自然科學家 在這個樣的人物模型裡面 最大的差別 所以說 如果以你這樣的回答的話 那我必須 成下一個結論是說 以我 當然 因為我非常嚴重的質疑你 所以我必須做這樣的誠心 對自然科學員做出這樣的詞疑批判 謝謝 等一下還可以繼續講 因為他 會相對落實 因為在這裡 目前來說是 你是專家 他是屬於民眾參與的 這個 角色不大一樣 他現在只是 不在意一個專家身份 來談這個事情 好 然後再來 來 大家好 那其實我聽起來 我是覺得 就是這個講者 應該是 他其實應該還是表達說 這個 科技或者是 這個自然科學 他其實還是一個 中性的東西 我是覺得這個 認知大家都是一致的 這個是中性的東西 那 假設說 我們現在的狀況 是因為這個 假設說 假定說 某些科技或某些自然科學 他被中性 對人類而判 那 假設說 這個講者認為是這樣的的話 他應該就不會需要來 跟我們 影響我們 影響其他人 讓我們去做 對科技 或者對自然科學的做法 比較好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 他應該並沒有 針對自然科學 或者是說 針對這個科技的工具 認為他是 致死對人類有負面的事 所以他還是認為說 自然類的選擇 的問題 那 不然他 突然來這邊 想要影響其他人 來對這個 自然科學 或者科技 做不同的選擇 那 這是 我對剛才聽到的一個想法 那 接下來我想說 就是說 基本上我覺得自然科學 當然會有很多人 會有不同的想法 和不同的做法 但是我覺得 假設說 對立的兩方都是善良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都還是好解決 只是說 大家對科技使用的角度 或者設想不一樣 但是雙方都是善良的人 但是我覺得這 實際上其實存在很多 使用科技的人 他是非善良的人 那像我本身 我也會去研究一些 研究一些人 或者研究新組 就是有些人 他生下來 他生下來 他就是比較利己的人 那這些人 隨時在這個 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上 幾萬年歷史上 這些人 不斷不斷一直在新生出來 所以說 就是會有這樣子 大家的創意 對 那又講到說 欸 就是 講者就是講到現在很多 很具體的這些現象 和行為 其實我覺得這些現象 跟行為 不是說 近代說科學 有形式才有 我覺得只要是 人類 人類 出現在這個 宇宙上 就開始是這樣子 古時候也是這樣 但是我真的覺得 他就是一個 人生 人生生出來以後 他對於這個人生 滿足的要求 就像說 人可能會有 恩我 會有制服 會有操我 那人生出來 其實就是要追求 這三個層次的滿足 那假設說 你是希望滿足 比較恩我的 那就是 可能就是你的飲食啊 空氣啊 水啊 那自我可能是 自我的實現 那操我就是 更高層次 你可能對宗教 或者說 你要對這個 社會 對這個世界 有更多的觀察 這樣 那我就覺得說 講者就是 講出這些東西 其實是幾千年 還一直以來的問題 那我就是不是 反過來 其實應該反過來 回到 人生整學的層次 就是說 應該是說 讓我們的人 有更多的討論 說我們人生追求的是什麼 說你什麼東西 才能滿足自己 是不是一定是 就是一定要有 不斷這些科技的東西 然後呢 這些科技的東西 又是那種 哇 需要拆你自己家的牆角去燒 然後才去 創新一個東西 那你拆這些牆角 去滿足另外的東西 這樣子是 真的是 對自己有利 那我就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是 這些東西 現在都一直在爭論的東西 不是幾五團 不然應該從另外的面向 就是應該人 要從哲學的層次 去瞭解說 人生的滿足是什麼 那你滿足的層次是 本我比較低的層次 或自我稍微高一點層次 或者說更高層次 那當然有看 他也講到 有些人是比較智利的 有些人是比較利他 那這些真實 一直在人類社會中存在 謝謝 謝謝這位朋友 因為他剛剛講的 那個部分 稍微 因為他自己 對本我自我超我 做了一個性 他屬於他自己的詮釋 因為弗洛伊德對他來說 那個本我跟超我 自我是屬於本我跟超我之間的衝突所在一點 他是那個假設 所以他可能是把本我認為是欲望 好像有一個自我自我實現 超我是屬於宗教的部分 可是那個超我其實 對他來說 對弗洛伊德來說 是屬於社會的道德 整個那個部分才是 那個是超我 所以自我只有一個 他在那個 跟我跟超我的衝突點 所以可能 你有你自己的解釋其實非常好 就是說 再補充說明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讓你一起回答 好不好 因為他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轉一個方式 從人到底要什麼 對根源的問題 而不是去談 當然自然科學跟論文科學的對立 那可能是 這種對立的出現 可能就是正是這樣的陰謀 懂意思嗎 好來我們當 這一位 那個 我我有兩點想要講 第一點我想回應這位是 這位是 講者的問題 對講者的問題 對講者的問題 第一點就是 因為我很不在你的思考脈絡裡面 所以我 聽你的問題的時候 我沒有完全的理解 但是 他的回答可能 對我 第二點我想要問的問題 可能有一點的回答到 但我想要針對我自己 對你的書籍書的理解 我想說 你剛剛認識你就是說 科技跟 使用科技的 到底是科技的問題 還是 使用科技的問題 那科技當然讓 那一位 聽 聽者說的 說 科技的確我們可以 的確滿讚的 我們都統一說它是個中性的 一個 中性的性質的東西 但是 像您 可能認為說 欸 我相信您可能認為說 是 人的問題 可能比較多一點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說 人的問題 在使用科技上的問題 但是 科技也有它很局限的話 我的意思是說 實證科學 到底能夠 證明到什麼地步 然後能夠解釋錯了東西嗎 那難道科技 就沒有它的 局限所在呢 我們今天 在處理這麼多 現代性的問題的時候 科技 不就是因為 它也算來出現 所以我們可能 沒有辦法達到 某一種境界 這是我想要提出來的 一個想法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當我們在面對現代性 的時候遇到很多 矛盾的 矛盾的狀況 那我認為這個 矛盾的狀況來自 鄭子跟 剛剛 李傑 蔡國士 蔡國士 他在圖上面 可以看到說 鄭子跟 商業 這個 非常緊密的一環 然後教育跟研究呢 更是受他們的資助 來盡情這一些 所謂的 科技的研究發展 那 可是 對我們樂聽人來說 我們不是專家 我們的資訊來源 也不像是那個 徐 徐建銘 徐建銘先生 研究員 帶給我們知道 一直存在的這個 矛盾 就是我們得到資訊 跟 我們不相信的人 整個體系這樣 不天蓋地而來 我們怎麼解決這個矛盾 我想講的是說 當我們面對這個矛盾 誤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辦法 我回頭 往回看 而不是 我一直很質疑 跟他們說 我們在做研究 前都是從商業 從企業來的 從政府來的 可是他們都是一個 共犯結構 然後 好像研究機關 也變成了 某一種 體系下的一環 我變得沒有那麼信任 我們只是從研究嗎 各種受到 各種受到 對對對 那 有沒有可能 不是去 做這個風險的研究 會不會反而 落入了某種 陷阱裡面 而是我們要 回頭看 往回走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有沒有想到 這是什麼的 好 那我們再 等一下資料再一位 好 我們有另外一個 那 我們這邊有三個問題 那 一個問題是 關於我們 我今天在講 中間的問題 然後剛剛有講到一些正當性 然後還有像 其他老師有提到 好像 那別的是 你剛剛提到的正當性 好像東西 都程序上是正義 或是正義 好像我們 程序上是正當的 我們 之後可以去往下去 之後可以等 將來有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以 所以這邊我們聽到的 一個程序上 可是那我們 結果 我們 對於一個風險的介入 要怎麼衡量 它的 這個措施是正當的 可能說 像是從 效益主義 可是效益主義的話 變成我們 效益主義衡量不要自己 那在討論論議 為什麼我們只用 效益主義 那我們一無論 就是說 那我們 今天要怎麼去衡量 接觸正當 那如果今天 又涉及到 科技跟科學的時候 是不是 又還是得 反馈到 衡量這正當的 還是有科學家 這些專業知識的人 來衡量 我們變成說 民眾只能 監督程序上的正當 我們沒辦法去參與 所有結果上的正當 那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那我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 因為像是現代性 或是科技跟社會之間 就是科技與社會STS 所以好像是正能學問 一起來就是討論 那 可是我剛剛聽到 我聊過就是 專家、科學家 跟常民之間的 兩派的對比 可是我知道是 STS他們學著 他們會期許自己作為 中間轉譯者 所以他們同時 可以去學 他們關心的轉譯知識 那他們同時也可以作為 可能說 譬如說以賣表來講 他可能同時可以理解 那一個地方人民的需求 那他們在抗議的是什麼 那他們可能也可以去理解說 為什麼他要在這裡蓋廠 他背後一些比較專業性的知識 他們會實在 自己做到這種轉譯者 可是我剛剛好像 比較多看到的是 會期待常民 自己去參與 自己去有反昇性 那我比較好顯示 那STS學著 或是 有辦法作為 中介者 或是轉譯者 這樣子 身份的人 他們的角色是什麼 就是 想問兩位的理解 因為今天 這是我這邊比較沒看到的 然後第三個是 沒有關係 你想到再講 等一下還會再做 第三個 第三個 沒有關係 然後這個 我們應該先讓 這個問題先讓 先回答 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我講的有點細 所以我可能沒有講到 周圈 我們並不沒有 應該說 我們並不並沒有 你是有可能去參加一個 聽證程序 很多廠裡參加 可能他們沒有足夠的 這個專業知識 沒有得到轉益 可能他們沒有辦法 只是形式上的參加 最後還是變成那些 可能在程序裡的專家 在決定一切 所以其實 我剛剛也講清楚 其實我們 我們現在像我們中益 就在做的事 我們並不是單純 認為 常民 光是這樣參加 走形式而已 我們事實上 我們也在成立 多媒體中心 我們是鼓勵 我們事實上 我們是要走 要轉譯 轉譯給常民 讓大家能夠有 因為剛剛高峰的已經四個 其實有一個叫做 可理解性 就是說 來參加高峰的人 我們要盡量想辦法 讓大家 都弄成白號文 讓大家知道 你在幹嘛 你的訴求是什麼 所以這就對我們來講 中間轉譯 STS學者 我認為我們現在 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們 成立一個多媒體中心 我們想要去 串聯專家 媒體 學者 跟大眾 就是 想辦法就是 互相把專業的知識 進行轉譯 讓民眾可以知道說 這個東西 這個議題 它的梗在哪裡 它的增點在哪裡 它還有什麼風險 基本上 這就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 我們中心在武力的 這個地方 怎樣做的 風險白話文 風險白話文 法律白話文 科學白話文 所以你們在做白話文運動 就是 滿有的 來 繼續 我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 這跟前面那個 參與這些事情 是不是只要參與就好 是不是程序到就好 其實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很明顯的看到 就像前面第一位 那是 勇志 9字 9字 好 其實他講到這個 像參與好像只是把問題往後推 是不是只要跑這個程序 就是萬人要 就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而且科學上的技術 他用後面那個 到底想要達到 是什麼樣的結果 這前面這一個前段 就是目前其實現在做 SDSA會想要問 我要怎麼設計這一套程序 變得更加的 能夠既達到結果 我也能夠充分的達到 知識領域上面的討論 因為像我之前參加的一個 一個 一個寫作的小組 就是日本的老師的工作坊 他就在研究 像是在 核能的那一塊 他們在整個 事件結束的時候 他們對他們的食品 定出殘留標準值 那剛好他們有 縣的地方的一個標準的委員會 也有一個中央的標準委員會 那很特別的是說 一個標準委員會是完全就是 就是走原子能法務委員會的那個系統 他就是 就是傳統我們講的 核能專家的那一塊人家 然後另外一個委員會呢 他想要做多餘的參與 結果他就找了 所有都不是做核能這一塊 他是找了 可能是環境的 本工的 塗膽塗膽的 其他的面向 也是科學專家 那結果很有趣 前面那個 前面第一個委員會 他很快就把結論都做完了 但是送去審查的時候 大家就批判 你怎麼連住腳都沒有寫好 你的參考文獻都沒有做好 因為 在他的領域裡面 這些知識都變成理所當然 所以他就寫下來 他 我們這個公司搞不好都毫無問題 問題就是他會在審查的時候 他就會懷疑 欸 那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做 但是我們審查的人 其實都不知道 你的文獻是怎麼來 但後來 你會發現他的文獻其實 很多還是來自於 官方的原始資料 跟其他的討論 那第二個委員會呢 既然都不是核子能的專家 所以他們也把核子能的工 東西也都拿了也就了 也從他們自己的領域 run了一次 那他們的耗時是完全 第一個委員會的幾類 那大家可以猜猜看 那結果兩個的 那個 結果會是怎麼樣 就是一個完全全核能 跟另外一個完全非核能 兩個小委員會 那他們要幾個東西 針對什麼事 那個食物裡面的那個 輻射到底有沒有檢測的目標 殘留值是多高 好 結果其實到最後 最後就發現 繞了一圈的後面的委員會 做出來跟第一個委員會 是一樣的 結果是一樣的 然後 大家就會疑惑了 那是不是代表 這就是 前面的委員會 應該多元參與也沒有用處了吧 還是說那個 前面單一的那個參與 就夠了 其實你會發現 在參與的過程裡面 會問的是 你想要 第一個委員會 我們會 會讓人覺得害怕的原因 是因為他 很多東西是 他在他的領域裡面 很好懂 但是我們一般人 不懂 甚至是這些政策 決策者都不懂 那決策者就會變得很困擾 但是後面這一批人 也去做了 但是 但是 卻做出來的結果 其實也跟前面那個差不多 雖然他找了很多的 各方各面的資料 所以你會問到 像是科學 這中間 需不需要有些轉移者 而且這轉移者還不只是 對於長領的轉移者 而是科學家 到整個 科學 科學委員會 到整個決策制度 中間就需要一些轉移者 來 來進行把這一面的資訊 進行討論 那還有另外一條情況 就是像我自己就是做食品 食品裡面我們參加一個專家委員會裡面 他其實是有 藥理學的 或有毒物學的 還有像是公共衛生的 也有傳統食品 食品工程的 呃 我之前也在指揮所 有一陣子當主教 那你有沒有發現到 然後我們講風險評估這些東西 裡面就是講 危害的辨識 你要定性 然後你要定 你要先知道有個毒 再來你知道 你要定量 你要知道有多毒 再來你要算暴露的程度 那 他們有時候我會發現 私比下去反彈的人 覺得 即使是他們在 內部討論的時候 也會出現 也會出現他們對於那個 危害這一邊的重要的那個程度 比較重 還是暴露這一塊的程度比較重 其他後面還是有一些 可以討論的東西 那也是跟他們學科學領域上面 那個知識 對他們的一些思維的方式 會有一些人 會有一些影響 所以 也不是純粹說 呃 科學就是 完全中心 因為科學的東西 也還是 他這樣計算的過程 後面最後會有一個專家委員會 來做出這樣的判斷 他後面還是有一些 不同的知識領域在裡面討論 所以我們講的參與 不是說是把公民拉進來參與 就叫做參與 而是 一方面你要帶 你要問 看你的問題是多深的 如果是這麼專業的領域 我今天把它都拉進來 我們討論出來的結果 可能會像剛剛講的 日本內部委員會 就是大概也是去翻 舊的書本 然後翻過去別人做研究 然後最後就討論出差不多的結果 還有 前面那個 關於那個 對於結果的問題 對 你要不要去回答 關於效益論跟異物論之間的差別 再決定什麼是政黨性 對 就是在 在效益論 我覺得這裡會設計 比較哲學的討論 就是說 我們講效益論 因為效益論有兩種效益論 那這個 在這裡的討論會太雕書帶 所以我們先把它 之後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再好好來談 何謂效益主義 跟異物論之間的衝突 再找一些人來談 然後也非常歡迎大家 繼續留下來 跟這些講者 然後還有 剛剛 我們在討論裡面 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見 或者對誰比較有興趣 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繼續辯論跟私下下去 那個 這個戰場就交給你們 然後非常 我們再次熱烈掌聲 歡迎這兩位講者